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现在台南88枪的风暴越演越激烈 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 也不是一个地方利益的纠葛 它牵扯到了一个民进党党内的风暴 民进党这两天才努力的 它要切割它跟黑金的关系 今天透过中产会才要求说 我今天所有的党职人员 所有的党团 你都不可以支持任何有黑金背景的人 来去选议长跟副议长 不要想到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陈廷飞 今天就开则剧车位 开则剧车位就讲 现在的黑金已经介入到了 民进党的台南市长的 台南议长的这个选举里面 而中间的关键人物郭再兴 也就被认为说 他的住所被开58枪的郭再兴 他直接的就跟郭信良直求对决 他说现在的风暴 就是郭信良你要选议长 陈廷飞你要选市长 这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他直接指控郭信良说 我对你多次情义相挺 不但借钱还展齐延票十几次 表示我们两人之间有金钱往来 如果你说我是黑金 你说我是金属的话 那我跟你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而88枪源头到底是如何 我们看台南市警局的局长 方郭林长 他就讲说分局辖区的 太阳光电产业跟黑枪 对地方已经产生自然隐忧 所以他已经讲得清楚了 这跟议长选举其实没有关系 他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在于他是光电利益 黑枪泛滥 而光电利益到底有多大 我们找了一个案例 2020年标筑的一个案子 大概这个地方是71公顷 71公顷大概就是 2.8个单身公寓这么大 这个地方你只要把太阳能板 装上去以后 你什么都不要做 每年作收4.5亿的租借 等于说所谓的费用 等于说这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利益有多么样的庞大 好 这一段里面民调国民党的桃源市议员黄近平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敬平你好 大家平安 好 这个事情也越好越大了 88枪本来有的是地方自然问题 对 然后讲那是地方光电利益摆不平的问题 就现在从自然问题 地方光电利益摆不平的问题 对 地方派系的问题 已经形成了民进党内的黑金风暴了 光姐现在88枪案了已经延伸到什么 台南市议长的选举案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 立委 陈庭飞还有陈欧波出来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们就说了 我们现在要这个议长要选举了 要假投票了 他说杜绝黑金 然后介入所谓的议长的选举案 他就直接点名 他点名谁 他点名中指委郭再卿 他点名的要参选的这个 这个 邱莉莉 邱莉 他说他们是一活的 那一活的时候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郭再卿跟这个邱莉莉 他们实际上在一起 那地方就这个风评不佳 影射郭再卿 就是黑道的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呢 事实上他这样讲完之后 郭再卿的笑 马上就透过 也这次也被开枪的 谢才旺 发出一个声明稿 进行了反击 他出手了 对 好你指控 我是黑金 好 他就说 我是民进党的中指委 郭再卿 先表明我的身份 然后我是中正的民进党党员 然后他就说 我认识郭信良 还有陈庆飞 这对政治盟友 长达一二十年了 以前都没有说我是黑金 现在突然说我是黑金 然后枪击案说 就开始指责我 他说 不论是郭信良要选议长 还有陈庆飞要选议长 市长都跟我无关了 他就直接讲 郭信良 我跟你说 我这么多次的情谊相挺 那不是给他赚你赚 你票 我还给你赚 赚期盐票十几次 这段时间 你都没有说我是黑金 一次都没有 就为什么现在说我是黑金 所以显然 宝姐 因为这是88枪 牵责到了议长案后 现在郭再卿 也跟你直球对决 所以这个火 慢慢的在往上延烧之中 好 那跟他讲的 那88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88枪到底 为什么要开始88枪 如果你今天从最熟悉的 我觉得方阳林 已经最清楚 方阳林直接讲 因为这个地方是雪甲分局 雪甲分局 下去的太阳光电产业 跟黑枪 已经对地方形成治安隐忧了 这88枪是什么原因来说 方阳林说了非常清楚 他说 因为这个分局 太阳能光电的产业 还有黑枪对地方形成这个自安隐忧 所以他要求分局对温温公寮确实掌握 避免形成自安黑洞 所以也就是说 温公寮 对 也就是说因为光电产业 还有温温公寮 还有包括说黑枪 三者联在一起嘛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那光电产业会牵扯到什么 会牵扯到地方的政治势力嘛 所以也就是因为有光电产业 所以跟地方政治势力挂在一起 那也因为黑枪在这里面 所以才会有这次开88枪这件事 好那到底商机多大 我跟他讲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术 这前一阵子标出去的 一个71公顷 他连发电量是76MW的一个光电 他等一年大概可以发0.9亿度电 那如果用一度电5块来算的话 一年的发电总额是4.5亿 也就是说 他我只要把这个光电板都做好 那我什么事都不用做 先入签好之后 我一年就4.5亿 而且这个光电板可以约莫运行20年 所以等于20年下来 我可以赚大概90亿 就一直这样不断的进来 这都是现金入贷喔 台电马上就会给你现金喔 所以他真的是现金进来 现金进来之后 我用一个很... 你说这一千就70年 你赚你就赚20年 对 那因为我对这个非常了解 所以我知道说其实 这里面来说你要给地方有回馈金 包括说地方的一些黑... 这个政治人物还有黑道 你要摆平来说的话 以一般的行情价 对 大概可能看你怎么谈 大概是15%到20%不等的这个状况 那15%到20%不等的这个状况 我很简单的算 一年4.5亿 假设我们用20%来算 就约莫是9千万 逼近1亿耶 1亿在这个地方上面 这个回馈金是他给你1亿 那请问是 谁去负责分配 对 1亿要交给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开88枪 最重要的原因 你说大概2.5到2.8个 单松岭公园这么大地方 这个地方照一讲 它是余温 对 生产的这个本来价值不高 对 我今天做光电 我一年就可以赚4.5亿 对 赚4.5亿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大概两个多的这个 大概生日过的地方 对 地方可以抽回1亿多 对 那通常都由谁来分配 由地方的政治势力 还有地方的可能一些角头老大 他们互责 互相来分配 所以都是形成一个 他们的共生利益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知道 这个余温只是一个小咖咖 那它这个只占圈台南光电的60分之一 所以1亿如果你把它乘以60亿 是有60亿的 一年至少60亿的 可以分配 可以分配 所以为什么 不是 而且这60亿 你什么都不用做 对 我只是来把人来 找来喝个茶聊个天 对 就60亿了 对 好 而且60亿赚20年 老杰 我跟你讲 你60亿你要怎么拿到这60亿 你只有两种身份 一个是黑道 就是地方的势力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有政治实力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势力会结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一起在分配这60亿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为什么会牵扯到议长的选举 因为你需要有政治实力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变成是 为什么这个60亿 这个凭空得来的60亿 大家都想要 而且会发生所谓的黑枪事件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意外 因为这60亿的生计真的太大了 好的 所以 也难怪说 刚刚讲到的 他的利益很大 第一个 我光是从余温 我就从农地 我如果变成 租给了这些光电业者 我就赚10倍以上 赚10倍以上 更不是讲光电业者来讲 我一赚 这就20年的收入 进到了口袋里面 更可怕的是 现在这个农业区 或者是接念这个 等于说是废弃地 旱地或者这些地 我如果放了光电 我就可以改成工业区 改成工业区 赚更多 老杰 应该这样来说 这次开枪就在这附近 那这附近来说 其实暗场非常多 如果你空中俯瞰来说 大概都是这样 这都是密密码码的 在太阳能光电板 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全台湾最好发展太阳能的 就真的在台南市 为什么 第一个台南市的 这个日照时间来说 一年大概有250天 到300天左右 所以这是 如果你要发展太阳能 这是全世界 最好的地方之一 因为它也很少下雨 日照时间最长 对 你要很少下雨 再来就是说 因为这些地方 过去有非常多农地 还有非常多的 包括余温地 现在因为农地跟余温地 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这个种啊 那我们就问一般的农民 农民就说 我一公顷来说 如果租给愿意工作的 一年租4万 但是如果我租给光电业者 一年40万 那现在一坪的那个农地 或者是附近一坪的余温地 一公顷的余温地 可以卖到400多万 所以他们原本的余温地 一公顷是10万 现在已经飙到400多万 所以现在他们那些人呢 他们余温已经不想做 他们就直接准备要 把大家就准备要把它这个弄成这个光电板 所以弄光电板是很好赚 那我就讲 这里面的商业利益到底多大 第一个 你要去找这些余温的这个 譬如说刘宝洁 那你请问 会一个人去找吗 当然不是 五六个人去找 那你要摆平 你就要去找当地的仲裁者来摆平 那这个 第一个 他们就可以收这笔费用 再来可以收第二笔费用是什么 你要盖的时候 你要盖的过程里面 你要通过网 你要给我 你盖的过程 你就要给我管理费 对 在你每一年营运的时候 你还要给我这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资金在这个地方 好 再来 大家都说可能最赚就是说 未来可以改变成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从农地改变成所谓工业地 商业地 那要需要非常久的时间 那可能要十年到二十年 不过 十年到二十年 你光是赚那个九十亿 就赚得薄薄薄 你等到那个时候的话 那就变成是一个额外的bonus 所以我来讲嘛 这为什么会变成是 大家都想要去沾着这个利益 那沾着这个利益里面来说 这里面牵扯到几个 第一个农地你要取得 这个河壳 弄成是太阳能面板的时候 你要地方政治实力 核准你 要地方政府核准 对 然后再来就说 你要牵什么电线什么 那摆平那些 你没有这个所谓的地方的政治实力 在造你的时候是没办法 所以这就变成一个 共生团体是什么 我要拿到这六十亿的时候 是黑道 但是呢 我需要要摆平这个时候 是要政治实力 那我要政治实力什么 我拿了这六十亿之后 我可以再来养我的政治实力 我可以在当地养我的议员 养我的这个相关的人 然后甚至可以拱到 一个重大的政治人物 对我形成一个保护山 所以这就是 他们的共生结构 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了解 这个共生结构 你就不难发现 到底是谁开这个枪 其实很明显的一个状况 而且按照现在我们的政府 2025的这个非核家运 我需要非常庞大的光电产量 发电光电产就代表说 你只要有办法有地 你只要有地可以装 你基本上都可以通过 而且台电都买单 对因为现在是所谓的 联省的这个机制 那联省的机制来说 事实上市政府 还有议员都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你看 知道我们的黄伟哲 市长就这样 某某某派出所楼顶 怎么还没有利用太阳能面板 那某某学校怎么还没做 所以他很显然 强力的在推这个 相关的这个太阳能面板 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台南市警方 也太扯 到现在跟检方 办案是两个完全不同调了 抱歉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到底开枪的人是谁 没有人知道 一开始是通妻昂姑 现在又有一个孔祥痣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说 警方就说 这孔祥痣根本不可能 那到底是谁开枪 事实上如果从地方的 来说法是这样 保抉我刚才不是讲 有1亿元左右 光是那一个地方 就有1亿元的这个 这个回馈金 1亿元的回馈金 过去可能是有 当地的老大在负责 仲裁 他负责在分配 但是因为呢 当地的老大过世之后 这1亿元呢 到底要落到谁的 整个手上去分配呢 事实上就有人 就说执疑 地方上执疑说 有人假借的老大名义 继续才去跟 这个相关的业者 要这个钱 要这个钱过来之后 某些人认为说 你可能假借我老大的身份 我就决定是对你开枪 所以这整个状况来说 的确一开始的起始点 是因为光电利益 但是因为光电利益 后面牵扯到 你有政治的这个政商关系 所以才会变成 这个案子 变成意外的复杂 而且警方根本不敢办 好所以董事长 没有想到一个88强 从治安问题 从一个光电利益 分配的问题 现在大水冲倒 龙王庙了 杀到民进党 装脑部了 变成民进党 挥之不去的 黑金噩梦了 这真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完全是民进党的高层 或派系的领导人 公开出来指责黑金 这个是荒谬的事情 但不是每天讲 是这个 当年就是推倒 打倒反黑金起家的民进党 今天深受黑金的困扰 而且都是在高层 这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过去的国民党的黑金 是在地方政治 中央没有这个 还很少有部长级以上的人士 牵扯到黑金有关 现在看到的这个民进党 是从上开始腐败开始 而且都是上层结构 在它的上层结构 产生了黑金的现象 像现在今天讲台南这个事情 不可能破案了 我们现在已经宣布了 不可能破了 因为警察都告诉你了 方阳营都讲了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光电利益造成 这个话我们讲了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了 好久了 开枪那天你就讲光电了 我讲的我都觉得很无聊 觉得不好意思 一直在讲这个东西 我还以为有人会在告我 没人告我 警察现在也同意我的观点 然后现在我认为 这故事的主人翁 很简单 就是突然间一个政党 他会在这个轮替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些新贵 这个绿色有绿色新贵 这个新贵代表一个世代的交替 那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新贵若是知识分子 大学教授 或是大企业 或是国际级的企业家 或是外国 这都好事情良性的 结果万一你这个你看新贵金来的一些人很奇怪 卖蒜头的 卖蒜头不是坏事 卖蒜头一夜之间 他可以因为有政治力的介入 马上一转型 就介入了台南最大的光电利益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看很简单 所以我今天讲的非常不客气 而且照理一下光电利益这么大 两个半的单身公园 我装上太阳能板 我什么都不要做 一年台电就要给我4.5亿 而且那个地都是烂地 每人要的地 收入4.5亿 但你知道那个投资多少钱吗 投资多少钱 那个投资好几百亿 因为他那个设备折旧20年 那个光电厂光电材料等等一切都很多钱 所以那个政府边境的预算是上千亿台币的投资 那现在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中职委郭再兴 我也算是资深民进党的 突然间冒出来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很简单 我听到都是黄伟哲支持他 中职委之后再听到他就是 他是光电大户 那因为他介入政治之后 有政治的代表性之后 他就跟光电的 因为光电的业者 这是大企业 国际企业 大的公司 他在这边得到利益 所以因此才延伸出来 这个利益摆不平的情况之下 这不公平的事情 一定是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或是这个利益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 才会有开枪事件 然后你看到这个很简单 连警察都认为是有光电利益 对 还有黑枪泛滥 好 你再过来看 你看看郭再卿的全文 这个声明反击如下 里面所有的一个字 他说他是忠贞的民进党员 我没有听过这个人 他如何忠贞来了 我搞不太清楚 我去问了这个有关的人士 问了最有名的我们赖副总统 他是台南市当过市长 他说没有听过这个人 不认识这个人 根本不认识 现在也不认识了 不 我不知道 赖副总统离开台南市 没有几年嘛 才四年多而已 四五年嘛 怎么突然间 他变成一个忠贞党员 我对这个忠贞党员 我就感到非常可怕 因为民进党的忠贞党员 一来一搞 就搞一些很 都搞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搞都更 搞一些奇怪的违法事情 对不对 还有搞什么土地 一搞搞个几十甲 就拿忠贞党员 然后全篇的谈话里面 他在谈是非 他跟郭正 郭信良的是非 我借你钱 你借我钱 他一个字都没有讲 他跟光电有关系 警察都讲 警察都讲 跟光电的原因产生开枪 你郭再兴今天 发了一个 这个内心的告白 你光明磊落 枪极烂光明磊落 你为什么不讲一下说 我在当忠职委以后 我光电利益赚了几百亿 或几十亿 你讲一下 你可以 因为这个职务刚刚好 是不用受公务人员的监督的 没有法律监督的 是法外之地 现在所谓的民进党的中常委的黑金 黑道 也是不用监督啊 都是一个蔡英文关爱的眼神 就造成这种情况 现在这个88张的风暴 真的越野越烈吗 如果已经变成了民进党的 所谓的黑金风暴 这个案子还办得下去吗 这个案子的确对台南警方 有点棘手 一开始的时候 11月10号发生这个案情 你要知道郭再兴 跟这个无党籍的台南市议员 谢财旺本身两个人就是好朋友 其实地方这几年都知道 郭再兴跟谢财旺一起在合力推广 这个太阳能光电板 这几年从2017、2018 一直到现在三四年 一直在推广 地方都人尽皆知 那谢财旺的女儿 今年这个 去选市议员 他民进党提名 他选市议员 所以刚好竞选服务处就是 竞选总部就设在谢财旺的 这个服务处 所以一开始这个案子呢 这个胸前跑去那个谢财旺 也就是谢财旺他女儿 那个这个竞选总部开枪 这是定调是选举暴力事件 知识体大 那所以后来黄伟哲 因为郭再兴是当黄伟哲 竞选总干事 他是黄伟哲的竞选幕僚核心 所以他黄伟哲第一时间 也到雪甲分局去了解 那后来大家都想说 不是只有那个 选举暴力事件是很严重的事件 这很严重 他要了解整个状况 因为胸前在一点钟 先跑去那个 这个公司开枪 那个公司 就是雪甲工业区 就是现在在讲郭再兴 他的这个设地址的公司 所以地方就说 子子是针对冲着郭再兴而来 后来在11月10号 发生这个案子的时候 台南的记者 我自己学长也在台南当记者 我有问他 他们记者就去问 那个原先没有被换掉的 雪甲分局长蔡中昌 说这个事情听说 都跟郭再兴有关 他因为胸前据说 不满郭再兴跟谢财旺 所以跑去服务处开枪谢分 又跑去他的这个公司 因为地方传出来说 这个大饼 光电能源大饼 大家都想要这个 都想要抢 可是有地方政坛有利人士呢 在那边阻挡 然后甚至放话说 不配合的话 要怎么样怎么样 黑白两道都能去治他们 所以胸前就不满说 因为他的名字被人家利用 说去那边勒索光电能源 其他业者不配合业者 所以他就不爽 就跑去针对说 他怀疑是不是在放话了 那几个人的地方开枪 所以才会产生这个事情 那开枪之后呢 蔡中昌那时候 还在当雪甲分局长 他就跟地方的记者讲说 你们不要把郭蔡清的名字 写进去哦 写进去你们会有事哦 而且郭蔡清 他虽然是被害人 但是呢 他已经把在厂房 两年前卖给一个 姓蔡的董事长了 所以跟这个无关 跟他无关 然后这个郭蔡清 拒绝做这个被害人笔录呢 他也没有跟这个记者讲 然后后来这个 这个他跟记者讲的这一段话呢 他也没有跟方洋宁局长讲 后来方洋宁听到 记者在传出来这个时候 他就很震怒对为什么蔡中昌 你跟分局长 你跟记者讲的这些话 你去帮这个郭蔡清缓夹 你去帮他这个 等于去帮这个郭蔡清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回报 我要透过记者 然后透过媒体看到了才知道 所以大家才会说 蔡中昌最后被换掉 虽然今天台南 我看到台南市井 哪里还有出来讲说 因为他领导统议有问题 他跟底下出现严重的裂痕 因为他在那个事件之后 他为了去保护这个治安 尤其说保护治安 或者是说保护这个被开枪的地方 他要求这个他们的一个警官 带着一个警员 分两个班 一个是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 一个是凌晨两点到早上六点 要分两个班去 那两个治安 随时巡逻 那两个地方随时巡逻 他总共列了六个治安乐区 那两个是其中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些警官跟警察 他增加他的勤务 白天还要工作 他累得要死 他们以为说 剩下选举十几二十天 选举过了就算了 没想到选举过后 这个勤务还在 因为凶贤没有抓到 而且据说 那个洪正军昂孤啊 就是那个一开始被怀疑的 开枪凶贤 为什么被发布查契专刊 结果是传出来说 郭再卿跟这个蔡中昌 然后蔡中昌就赶快去发布 这个查契专刊 才会让这个凶贤又更不满 然后你是不是当初 透过各种压力 包括政治黑道白道的 尤其是白道 然后派警察 因为每个礼拜都到 这个凶贤 昂孤他的家人 去骚扰他家 说有没有看到他 他有没有回来啊 真的假的 去找他 所以洪正军就很火大 在道上也放话 你要嘛就冲着我 所以才会产生 这一连串秋分 而当警政署在这个 88枪开枪事件之后 当然啦 后来也揪出另外一个共犯 就是后来发布 这个也一样查见 孔祥志 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共犯 今天我还看到 这个谢才旺 他还跳出来说 不会啊 孔祥志 他这个人很温和啊 他怎么可能会跟 昂孤在一起 可是警方的资料 不是说连ETEC的钱 都付不出来吗 对 警方的资料就是 这两个人就是 一方面你刚刚讲 那个钱付不出来之外 他们就是过去曾有 一起共犯了这个记录 而且警方在移送 给南检的资料当中 有一个南检 生压的郭信接应者 当初这个郭信接应者 的新闻稿当中 也剪出枪手 就是针对郭再青 只是后来 这个一连串的事件 发生之后 随着这个蔡宗昌 也被撤换了 换成这个保安大队长 刘前甫来接任 所以整个案情呢 就变成说郭再青 就越趋低调了 因为扯到了黄伟哲 又扯到了其他人 好 那等一张 今天我不得理解是 学甲分局的局长 照讲你应该 办案为优先 你警分局长怎么会 还去帮人家给撇清 不然没有好好办案呢 所以这是记者 在搞什么 这就是记者最不解的地方 还提醒媒体说 不要写他 不要他跟这个案子无关 那这也是台南市警局 邦杨宁觉得奇怪 那你跟记者这样讲 你为什么不跟我回报呢 那后来当然 他也跟这个邦杨宁 跟记者讲说 我没有讲过这些话 但是记者其实都有录音 都录下来 都知道说 他有去帮这个郭再青 讲这种话 所以这也是地方记者觉得说 因为郭再青 那个蔡宗昌 在今年1月才来 才从其他 他当过警政署的科长 也当过连江 跟台东县的警察局副局长 他才倒认到台南 所以他其实就知道 郭再青在地方 人面很看 然后这个党政关系良好 尤其是市长的人 所以当时 有人介绍他们认识之后 他也说 他也知道郭再青这边OK 本来是寄望说 在学甲分局这边 坐一段时间 有机会再到市警局 或者是怎么样 站一个高缺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这个案子 他也因为帮郭再青 去讲话还家 年代了也跟着落马 所以正好 你刚刚把我们分析的是 这个水非常非常的深 他已经从一个刑事案件 地方利益的纠葛 变成了政治风暴了 多单纯的刑事案件 陈廷飞为什么要开记者会 而且开这么多记者会 我先给大家看 导播我们把这个电视牆弄 今天陈廷飞记者会的画面 大家要注意 今天陈廷飞开记者会 我们看到都是陈廷飞 对不对 他左边坐这个人是谁 抢后破 派系 是郑国会出来 你要知道 陈廷飞今天 如果先找郭希良出来开的话 前一个找郭希良 对不对 是旧台南论台南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是陈廷飞 是郑国会派系了 是派系要介入这件事情 是整个郑国会要下去 挺陈廷飞 或者是陈廷飞支持的郭希良 去抢议长这一席 所以这东西已经是上升到什么程度 已经不是台南地方问题 是上升到政国会派系的问题 派系动生 上到政国会派系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今天手上拿什么 而且陈廷飞是宜兰人 那宜兰人之前 林志标不是被查吗 他怎么讲 他说宜兰有贪 但台南有黑 你说别的地方你就算了 别的地方哪里可以扯到国民党 台南是民进党上下一把抓 对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 黄伟哲背后是谁 黄伟哲背后是英系 请问政国会现在挺谁 挺赖 所以这东西它是上升到 很高很高的高度 它某种程度 是在已经从你看到 一个抢起案 上升到地方政府议长 到民进党派系的介入 到挺赖跟英系的对决 还有重点是什么 今天他们跟郭信良 一起要争议长 郭信良11月2号你知道说什么 12月2号说什么 支持赖清德选当主席 所以你看 我完全不相信郭信良跟赖清德 还有任何和谐的空间 你知道政治人物只要有裂痕 那是一辈子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如果赖清德在选总统 需要政国会的支持的时候 赖清德就算不帮郭信良 是不是也要不挡郭信良 所以这件事情坦白说 这整个局绑在一起 但有些事情是 今天陈廷飞跟这个所谓的 陈文部他们不是开计程会吗 他手上拿到那张照片是什么东西 那张照片是邱莉莉 林志斩 还有郭再清在餐厅密会的画面吗 邱莉莉是谁 现在民进党选议长的 林志斩是谁 邱莉莉属役的副议长 郭再清是谁 他们口里的黑金绿金嘛 他意思是这种东西 你这些人绑在一起 我根本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 未来会有民进党的议员跑票 这议员跑票的话 不是反邱莉莉 反正是你郭再清这种人 所以整个局期 你可以看到 在台南是非常非常复杂 那到底为什么陈廷飞 一定要把这个议长 跟郭信良一起合作 为什么 因为未来市长不见得是陈廷飞 现在赖清德属于台南市市长 是陈廷飞吗 不是吗 也未必 现在传算是赖信力 我要去争这一席 所以对于陈廷飞来说 如果我今天政国会支持你赖清德 那台南如果不是我的话 我最想要什么 要把议长吃下来 这边这个地方才可以是我的嘛 所以它里面涉及到 非常民进党高层派系跟派系的权斗 赖跟英的斗 还有地方议长跟副议长的斗 那这些议长拿到什么 可以加入全台湾最有权利的组织 正副议长联谊会 全台湾正副议长联谊会 那22个人坐下来吃那一顿饭 可以瞧台湾85%以上的事情 有这么厉害吗 正副议长联谊会是 正义副议长联谊会有这么厉害 全台湾最神秘的组织 就是正副议长联谊会 就是你要选上议长跟副议长 进这个正副议长联谊会 他们每一个月会在一个地方 有一个议长坐东 然后就在那边聚会 坐下来谈全台湾的事情 这个东西它的权利 比很多现场还大 它有什么权利 我这样讲 我今天桃园的议长坐下来 如果我在彰化有地 是彰化的来处理 所以在这个正副议长联谊会里面 他们是互相帮忙的 所以这一次 在这个朱立伦 不是拔掉议长嘛 邱逸胜吧 是正副议长联谊会出来 去跟朱立伦对干的 所以这些全部都绑在一起的时候 我认为 没有这么容易善良 我认为陈廷飞后面一定还有招 所以在12月25号 如果要投票的时候 会有一阵心风邪雨 这个心风邪雨会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只要里面牵扯的利益很大 那你不是想 那郭再兴这个 就是要去破郭信良 还有陈廷飞 今天的公开声明 就是要破他们的局不是吗 那今天陈廷飞 是一刀刀去杀下 所谓的邱立立 林志展跟郭再兴嘛 那郭再兴要不要反击 要嘛 因为郭再兴如果 江湖市江湖良 没有必要发送公开声明嘛 对不对 他今天发送公开声明 就表示说什么 他知道这是政治事 不是江湖市嘛 所以公开声明是有玄机的嘛 他里面直指嘛 郭信良给我借钱嘛 我展棋延票十几次嘛 他在干嘛 展现自己的实力跟钱嘛 你要知道绿电到底有多赚 大安生理工业 大家没有概念 其实当地就说嘛 一甲农地租凤梨田 一年收3.6万 但是一甲农地 你家太阳能板 一年收578万嘛 就那么简单嘛 从种凤梨租金3.6万 到卖店578万 这叫什么 160倍的暴利嘛 全世界没有什么现金流比 现在做绿电还稳定 你收一度电 你发一度电 台电收一度电 你不发电 台电还拜托你发电 你如果没有发电 你这样要倒台 你一定要扩大发电 全世界为什么要向美国妥协 或者为什么现在要跟中国妥协 是有市场 所以你不管做任何的产业 市场端最重要 我东西卖得出去 我的生产才会有价值 如果今天已经确定 我生产不管多少 台电都可以买 那我就稳赚的啦 投资有赚有赚 可是如果这投资一定赚呢 我有多少钱就投多少钱嘛 我有十亿 有一百一千亿 全部都投下去嘛 可是重点来了 我们刚一路起 我们这半年都在研究绿电 对不对 绿电我们 像他讲 台湾做绿电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绿电蟑螂 每次我弄绿电 明代就来要钱 黑道就来要钱 香代就来要钱 那请问 为什么郭再卿做绿电 没有人去要钱 他搞得定全部嘛 所以这件事情 你绿电也不是想说 当然你们要觉得说 看那些我赶去台南买个农地 然后弄绿电 没有嘛 你如果没办法摆平地方的话 你一样会被 扒个吃干骂净嘛 可是郭再卿厉害在什么东西 就是董事长一直讲的嘛 你是绿电新贵嘛 你背后有人嘛 你弄绿电 黑的白的都听你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局 真的是复杂到超乎我们想象 可是小老板也心不想这些嘛 小老板也心想什么 你们民进党在搞什么东西 你88枪不破坏是做什么 是在搞什么东西 台北开枪都破坏 你台南破88枪不破坏 然后是不是偷冷冻鸡腿的都破坏 然后你开枪 在香炉丢鸡腿都可以破坏 在香炉丢鸡腿破坏 然后你开88枪没破坏 所以这件事情 我去讲太复杂 大家也不见有感 我只是觉得民进党怎么比较搞到 大家觉得你为了争这个议长 为了做派系的联合 一些该有的基本治安都不顾 好 回答 另外就是按照报道者讲 现在在地方上 这种余电共生 或者是这种光电的风暴 越演越烈 这也才可以了解 为什么本来将军 北门 雪甲 这些民进党的铁票区 慢慢都吞色了 对 他们特别去报道 有关于这个七股这个部分 那为什么会说 整个很大的光电业 其中主要都在那个七股这边 原来他们就说 有八成的渔民都属于这个 余温的成租货 那这样子原本余温主呢 他把这个租给你 让你去养鱼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美甲只能收三万到五万 但是他如果把这个余温 变成是余电共生 租给光电业者的话 可以美甲收到四十万 所以换句话说 就有很多的余温主就想说 那我不太想租给你去养鱼了 我租给去光电 光电那不是很好吗 那真正在养鱼的 就没鱼可以养了 没有鱼可以养 而且你知道吗 原本事实上 好像在2017还是2018年的时候 他们有农委会有一个相关的条文 就是说你要那个绿电共生 你要经过这一些余温组的同意 那余温组有一些就说 好啊 你本来讲说余温在这里 那我在这边养鱼 你光电架在上面 感觉听起来不会影响 所以这些承租户就说 那一起喂环保 也没什么不好的 就发现说 这事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当你同意之后 他们就说 现在呢 余温组弄给我光电业 我等于是有点像是地主的角色 我告诉你 你要养鱼可以 可是呢 我要把这个余温再弄生啊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那个 那个承租养鱼的那个人说 不行啊 你如果再弄生 我这个蛤蟆 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养了 所以他就变成是 巧立迷目 用很多的方式 让你其实承租户 同意之后 事实上你没有办法继续养下去 就你没有办法继续养下去之后 他就变成整个被赶走 所以他们就报导 他们的报导者就找到 这一个叫阿明的 他说我早在十年前 我就跟这个余温组 去乘租这个石甲的余温 自己来养那个蛤蟆 结果我没有想到 他们让他们弄一弄 变成是我反而是被踢出去的 而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以你没有看到 他们之前去拍 大概八九月的时候 旗鼓很多的那个渔民 走上街头 全部都喊着 旧渔民 护黑皮 就是护黑面皮露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地 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 而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里面 黄伟则在这里的票数 整个被翻过去 好的 这样看起来 你黑面皮露都没地方住了 以前为什么反武清 反武清就为了 黑面皮露的家 就现在光电 大大压缩黑面皮露的栖息地了 我跟你讲 黑面皮露现在被腰洗 你知道吗 没汤汤 没汤汤 他们说黑面皮露原本就是吃 这个大概1.2万公顷的 这些渔温的一些小生物 然后一些小瞎子 都是靠你看看画面 都是吃那些东西来赖以为生 结果现在变成是 他们没有办法吃那些东西 因为这些所有的渔温上面 全部都要架太阳能光板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 再吃那些的生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黑面皮露已经越来越来 会少在这里面出没 所以后来就很多的 包括本来在那边附近有很多的咖啡厅 或是在附近有很多的一些业者 都说我现在因为黑面皮露的越来越少 所以观光客越来越少 所以我的咖啡也卖不出去 我的餐厅也没有人要来上门吃 所以导致这一区已经有越来越多 本来是靠着黑面皮露的 这样的观光潮的人 现在都没有行李很好做 而这样子都会变成是一股一股的民怨 还有包括什么样呢 还有包括居住在这附近的人 居住在附近的人 他说我们家前面这条马路 这个是每个月几乎都在挖 挖什么 挖就是太阳能的这一些 什么光电业者 要去买鬼 那个鬼线 所以导致他们真的是路都不平 所以这样子的民怨 从做生意的 从居住的 从渔民 这一个一个民怨加起来 就变成推翻黄伟哲 九合一大选 选票最重要的关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